终于叫北平林高远啊 大家都知道在现在的比赛中 反手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很多人甚至是反手要比正手还好 比如林高远的将军拔剑 一出手质量就特别的夸张 但是还是有很多球友在比赛中 反手上台率不高 甚至根本不敢发力 那么今天特别特别简单的三招 让你的反手无论是上台率还是发力 都能全面进步 大家要仔细听 首先的一点 没有退台 很多球友的反手为什么发不上力 是因为你离台太近了 根本没有发力空间 想想林高远是怎么做的呀 我们要明白反手并不像正手 正手可以往后转很多 可以需很大的力量 但是反手只能在身前需力 所以想要把反手的力量发出来 我们就不能光靠出的这一瞬间 而是要稍微往后撤一点点 让开一点发力空间 这才像点样子 比你之前的距离稍微远一点点 并不是退很多 增大一点 拉长一点机球的空间 就算你的动作不变 同样会加很多的质量 现在我能当林高远了吗 第二点 反手的动作 很多球友会认为 反手的动作越大 命中率上台率越低 其实是恰恰相反的 上台 我的反手怎么就上不了呢 其实反手的上台率和你接触球 摩擦球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接触球 摩擦球的时间越长 才越能抵消掉球的旋转 从而稳定上台 反之如果因为害怕失误 不敢做动作 或者动作变得很小 那就根本抵消不了球的旋转 才会直接导致失误 你在上台率提高了呀 第三点 也是很多球友 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 击球点 很多球友 无论是遇到下旋球 还是上旋球 都用同样的力量 同样的动作 甚至是同样的击球点去击球 击球点的一致 很容易出现 上旋比下旋好 或者是下旋还可以 上旋却不行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做到六个字 上旋快 下旋等 上旋球 等球落台以后 从后往前快点出手 下旋球 稍微等球一会儿 从后下往前上 加速摩擦出手 这样你才能做到 上下旋都兼得 而不是只偏一个 那么大家要认真练习 争取把反手练得更进一步